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記憶性路橋是預計五天時間 進行拆除 不過後來壓縮在兩天內 就是希望能趕在上班日前 讓基隆市民看到全新的市中心 其實記憶性路橋 陪伴基隆市超過半個世紀 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這座藍色的路橋横跨四個路口 就連外地遊客也很常會使用到 更是基隆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隨著都市翻新推動 國門廣場計畫 因此路橋將走入歷史